按執行之後不會顯示的話 你不要一直再按 因為你按 之前有同學就是 再切過來 小孩子沒有 他就一直按 結果後來他看到有重新整理 按一下 發現一堆 因為他一直按一直按 按太多次了 他沒有馬上更新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配合那個上面有一個叫重新整理 就OK了 好 不過特別注意 因為我現在做的動作呢 都是在資料庫裡面做 SeqoEva 那我要怎麼樣 把同樣的動作 搬到eSale裡面 這個時候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 我們需求大概是這樣 就是可能我新天 先暗部就搬好了 第一個的話 我是先在這個表單好了 我先開發人員裡面 在那個這個地方 表單的地方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 在這邊多一個按鈕好了 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呢 他可以幫我把最下面這一筆資料 最下面這一筆資料 直接就幫我新增到資料庫好了 我們先一筆 然後這個動作OK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把上面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幫我放到資料庫裡面 並且把舊的資料刪掉 大概會有這樣的流程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假設 切到Visual Basic裡面 那我們第一個 假設我先 多一個按鈕 按Ctrl鍵 這個把它改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 本來叫 就用清楚來複製 這個叫做新增 就是新增一筆就可以了 這邊的話 假設是新增 先用這個名稱 OK好 然後呢 我按下它 我要把這裡面的最後一筆 直接幫我寫到那個資料庫裡面 然後它的name把它改成叫B3好了 你看它是上面是B1嘛 B2 這就B3 B3叫做新增 好 沒問題了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把資料寫過去的話 需要用什麼方法呢 第一個 我要知道最下面的這一筆 這一列在哪一列 所以用偵測的嘛 直接用那個range A 就是range B2好了 或者Range B2往下偵測 偵測到這個 然後我就知道它的那個R 第R列 然後呢 再把這個裡面的B欄 一直到哪裡呢 B欄到F欄的資料抓出來 接下來的話 要把那個seql違法傳遞給誰 給資料庫 所以它的流程大概這樣 1先建立一個這個 然後2的話把它打開來 這邊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B3的click事件 裡面要做哪些事呢 特別注意 我把這個字再稍微放大一下 第一個的話 我們需要有一個叫做 設定引用項目這邊 那不過後來之前是要打勾啦 不過後來我把它改寫不用打勾的方法 裡面會用到一個叫Microsoft開頭 裡面叫A開頭 M開頭 這個Microsoft 然後裡面的話會有一個叫做ActiveX 就這一個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Microsoft這個什麼 Active Data Object Ado其實就是這個的簡稱 一般的話會用這個 ActiveX Data Object 2.8 Library 就是函事庫 以前舊版的 你們舊的講義裡面 我是教大家打勾 才能夠引用到它 不過後來我改寫了 改寫另外一種方法 不用打勾也可以 因為有些同學忘了打勾 一執行就發生錯誤了 後來把它改寫一下 改寫成不用打勾 那這個地方當然你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不用打勾 按取消 好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做哪些事 一樣 這些東西 在雲端上 我已經幫各位寫好了 你就把 這個B3的下面這個 中間這一段 一直到EndSup這邊 Ctrl C 把它貼到那個哪裡呢 一樣 這邊Ctrl V OK 這個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去B2去偵測 最下面那一列 是哪一列對不對 所以得到一個R 然後呢 把B欄 或者你寫成2也可以 或者你寫成這樣也可以 兩種方法都可以 不過因為好像 23456比較好改 或者你也可以改成B C D 把這個變 這裡面的值 先放在A裡面好了 一個一個一個 反正就是ABCDE就對了 再來的話 Call 利用ADO新增資料 把這五個資料怎麼樣 幫我 用傳遞給另外一個什麼呢 程序 這個程序在哪裡呢 其實也在雲端上 各位可以看到下面是不是有一個叫 Sup開頭 利用ADO新增資料 有沒有 請你把它選起來 然後一直往下選 選到哪裡呢 選到它的EndSup Sup這樣按住了 把這一根 其實並不多 大概就是這麼幾行 Ctrl-C 記得頭在Sup 尾在EndSup 把它貼過來就可以了 貼到這個的下面 然後Check一下 我們看一下 基本上 到底這個 它是什麼運作的呢 第一個 幫我建一個 Create Create 有點像是把那個什麼 ADO引用進來 外掛一下 本來它是不能夠連結資料庫的 但是呢 藉由ADO的這個 它的名稱叫ADODB的一個Connection 這Connection顧名思義啦 就有點像接水管嘛 反正你那邊有水 你的水廠有水 那我要接到你家去 從那個水廠接到你家 不就是需要接一個水管 就是需要一個Connection 那它就是有點像是一個那個連線 然後呢 用Set的方式 有點像是建立一個物件 那物件名稱的話就叫MyCon 這個時候的話 MyCon這個名稱是自己定義出來的 就會有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話就有點像是連結 到資料庫那邊去 然後要做什麼事呢 MyCon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Open 這邊有人講 Open什麼呢 這個都固定的寫法 主要會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在後面這裡 Data Source 就是說呢 你的那個資料庫到底在哪裡 那因為它是一個檔案嘛 所以特別注意哦 我是把它放在List Workbook 剛剛有用過嗎 就是這一個工作簿 意思是說這個也是有檔案 點PASS 點PASS就是一樣的路徑 就在桌面上 後面多一個斜線 就是在同樣是在桌面上哦 我有一個檔案名稱叫問題1.ac 有沒有 就是資料庫位置 當然如果你將來要把它改寫 比如說你不是放在桌面上 你可以再把這個路徑改寫一下 OK了 然後呢 底下的話 連線了對不對 連線之後你就可以怎麼樣 這兩行是連線 再來就是怎麼樣 SECLE 這個SECLE 就是SECLE語法 就什麼 Insert into 有沒有 問題 改一下 這邊問題 問題1好了 因為我們好像剛剛就用問題1 沒有問題0 所以把這個程式改一下 不然等一下你們可能會出錯 問題1 然後呢 哪些欄位 五個欄位 對不對 空白 然後後面的話記得哦 它是AND 因為這個是兩行 兩行的話 有時候太長了 我把它分成兩行 然後呢 把上面這個字串 再串後面的字串 就是把A B C DE放進來 特別注意哦 這個是文字 因為 那個什麼 A 是姓名 姓名的話是文字 好像另外一個是什麼 D 是性別 所以這兩個一定要加什麼 單引號 單引號 有沒有 D 單引號 單引號 那裡面的話就把那個變數夾進來 OK 就完成了這個串接一個SECLE 的語法 那怎麼丟給那個 這個SSGN呢 特別是要透過這個MICON 它裡面有一個 方法 叫做SECLE SECLE就是 幫我把這個語法 傳遞給資料庫 OK 它就傳遞過去了 這樣就完成了 我的資料 就會被新增過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做完之後 應該懂這上面的東西 只是說 這個東西可能 對各位來說 如果第一次接觸的話 應該蠻抽象的 反正我們要做的動作 其實就是 把最下面這一筆 就這一筆 幫我新增到資料庫就對了 我們來看一下哦 那做完之後的話 一樣啟動表單 如果可能比較沒有把握的話 我建議是 在這邊設個中斷點好了 我要停在這邊一下 在竹簧跑 好 啟動一下 直接按新增 就是把這一筆 幫我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好 來試一下 按新增 這個時候 R418 A什麼 XXX 最後一筆 175 有沒有 這資料都過來了 再來的話 利用ADO 所以 它會把這些資料 通通通都當引述 傳遞過來 那A是有雙引 它是一個字串 D也是一個字串 傳遞過來之後的話呢 Create一個什麼 連線 再來呢 如果你這一行沒錯的話 表示你的資料庫位置是對的 但是如果你卡在這一行的話 你要檢查一下 名稱 副檔名 一不一樣 路徑 一不一樣 如果路徑有錯的話 這一行就卡住了 OK 直接執行 有沒有錯 欸 這個時候已經使用中了 所以怎麼辦呢 記住 因為它這個 它這個很 麻煩 就是說 如果它在被開啟狀態 你必須 先把它關閉 如果你沒有關閉 它會出現這個 再按F8 可是還是要把它關 把它先關一下 關閉 好 關起來 好 關起來之後的話呢 再來執行 欸就過了 所以有的時候 SS正在被使用的時候 你也沒辦法開啟 因為它是獨佔的開啟 然後 再來就串接 Seql 所以Seql裡面放什麼 就剛剛那個字串 Ctrl加G 把那個SeqlPrint出來給各位看 就是這個啦 有沒有 它最後做出來就這樣子 所以Seql裡面到底放什麼呢 就是放這個語法 那最後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連線也有了 語法也有了 這個時候透過AD 或怎樣 幫我傳給它 傳過去喔 OK 試一下 其實這一行 如果你的底下這個語法沒錯的話 那就會成功 可是呢 如果說呢 你裡面語法 假設有打錯任何一個字 比如說這個地方多一個0的話 那這一行也會卡住喔 OK 給它們來試一下 應該這個應該沒問題 Seql 還過了對不對 那表示完成了 好 完成之後的話呢 不過最好是怎麼樣 最好再再多一個 如果你更貼心一點的話 應該再多一行 比如說你全部跑完之後 你就給它MessageBus 什麼呢 比如說資料新增成功之類的 你可以跳出一個什麼 然後 然後 逗點 逗點 在這邊逗點一下 逗點的話就是用VBInformation 類似像這樣 就是 如果它新增成功的話 那就是 再給它一個訊息 這樣會比較貼心一點 比如說 新增 那這邊的話 讓它全部跑完 有沒有 有沒有 新增成功 好 那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那 最後如果 做完之後 我們確定一下 問題一 打開 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問題一裡面 有沒有 新增了 兩筆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新增一次 後來又改了一下 好 這樣就完成了 也就是說 利用剛剛那兩段程序 就可以把Esser裡面的資料 傳遞到SS裡面 OK 所以這個程式的話 在雲端上也有 那請各位試一下 等一下請各位 我是做了幾件事 第一個 把清除 複製一個按鈕過來 那把這個名 這個按鈕改成B3 跟新增 第二個的話呢 打開它 這一段程序 這一段 OK 那我多了這個 一個Matchbox 還有這一段 乾脆我把這個 感受C 再貼一下 這一段到 這一段 到 這邊 那這個地方 我想各位 再把它試試看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來 OK OK 好 感谢观看